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随口一说 想去米其林过生日 你不用这样 那不行 我是你男朋友 我要尽量满足你的生日愿望 但是你觉得这能实现 好像 有点距离 把大家叫来家里吃顿饭就可以了 不行 坚决不行 那总得有点仪式感 仪式感这个东西啊 不用真的去米其林的 它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感觉 千金 你点心我嘞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流程 你们都听懂了吗 你大概好像是懂了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这时候有个问题 姐夫 姨姨请讲 我们今天要打造这么个仪式感 就需要资金 但是我的钱都给我姐姐 买了生日礼物了 我也是 是 我早有准备 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全部身价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必不如使命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带你来明晴餐厅吃大餐过生日 我都说了随便过过就行 再说了你们公司哪有米其林的 那谁知道呢 说不定先看了一下 来 欢迎光临水屯米其林西餐厅 你们这是 千金 我们这是为了 为了 衣食吧 尊贵的千金小姐 请称呼我为一身威亭 我们将为了您 提供更好的服务 提供更好的服务 仪式感是吧 你们好 我们两位 好的 我尊贵的千金大小姐 请跟我来 杏凡 这就是你的计划呀 对啊 我称之为 低配版米其林仪式感计划 对了 你现在不应该再叫我杏凡了 你应该叫我 先生 好的 先生 那你不怕 宋总回来 没事 他出差了 你打扰一下二位 我们这里是菜单 快看看 这怎么才三个菜啊 这你就有所不值了吧 夫人 一般高档的餐厅 都只会供应两到三个餐品 是吗 事情算是兴翻哥的预算不够了 光是场景和服装 就花了他一半预算 我就跟你说了 一是个一是个 客人请放心 虽然呢 本店就有三道菜 但是都是从欧洲起来的 特级厨师做的 绝对量大管保 不保备要钱 那来一个七成熟的牛排吧 先生 你呢 我就要全手的就可以了 夫人 那阿王请稍等 信吧 这是汉堡吧 我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我看这儿怎么不 我靠你喜欢 我非得无情 为啬 为啬 女士你好 现在需要什么帮助 今天有来点准 好的 请稍等 八二年的辣肺奶茶 请享用 八二年的辣肺奶茶 酒铁重香 味蕾刺刺麻麻 这口下去庆人情深 金盘 我这个仪式感抓得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特别可以 音音呢 我刚才进门之后就没有看到他了 他嘛 他 胜负重人 什么 我亲爱的夫人 来到五庆餐厅 怎可能没有节目表演呢 维他人 好 好 怎么样 浅浅 对今天的仪式感还满意吗 还可以吧 挺有趣的 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那当然 过生日怎么能少得了蛋糕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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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们 不要信我嘛 要是去学姐夫吧 对啊 他为了你不准备这个仪式干吗 这个小金猪都逃通了呢 嗯 千弟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 我给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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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